你的话语一解开就照亮我们人生的旅程 你的话语一打开就让我们的生命得安慰 得激励 得力量 主耶稣求你今天就用着这点时间 亲自的对我们说话 不管是我们听的和讲的 一同在你的话语里面蒙造就 主求你的灵亲自的保守我们 让我们所讲的都合你的心意 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仰望的时候 主你就大大的恩待我们 要把你天上的奥秘向我们解开 谢谢主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着耶稣基督保贵的名 Amen 生命记是神的话语 是神借着摩西的口在摩押平原 在即将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在以色列人马上要结束四十年的旷野生活 进入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 像以色列人所说的话 如果说 如果说创世纪是神的旨意的话 那出埃及纪就是神的工作 利位纪呢 就是神的道路 民宿纪呢 就是神的脚步 那到了生命纪呢 就是神的话语 许多人认为生命纪是摩西 向以色列人重申 神在西南旷野 启示的诫命 律律和典章 但显然 这不是简单的重复 在生命纪的第二十九章 第一节这边说到 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 所以吩咐摩西 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 是在他和他们 于和列山所立的约之外 这话就说明 摩西在摩押平原的 这一次重申神的诫命 重申神的律律和典章 摩西苦口婆心 呼天喊地的 力图要把以色列人 带进神的话语的 那个实际里面去 带进神的话语的 那个精益的里面去 这个精益 如果今天 我们要分享的 用我们今天要分享 第六章的话来说 就是在六章的 四节和五节这边说的 以色列啊 你们要听 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 尽义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另外我们也必须看到 这一次摩西的讲论 他的对象 并不是 刚开始出埃及的那群人 而是 在旷野出生的新一代 如果用今天的一些话语来讲 这叫做出二代 对不对 出二代 他们当中许多人 是在西南山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出生呢 生命迹分为三大段 第一段是第一章到第四章 这是摩西的第一个讲论 这是讲历史 第二大段呢 是五章到二十八章 这是讲律法 第三大段呢 是二十九章到三十四章 是讲预言 那今天 我们就来到了第五章 第五章是摩西 重生实践 如果我们看整个第五章的话 主要的这个内容 都是摩西在重生实践 第五章的第一节 这边说 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 对他们说 以色列人啊 我今日小遇你们的利率典章 你们要听 可以学习 谨守遵行 大家 如果有圣经的话 请把圣经打开到 生命迹第五章 这里的讲 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 这个众人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初二代 是在旷野的第二代人 这里我们也看见摩西在这里 交代以色列人的一个态度 对利率和典章的态度 是什么呢 第一个要听 第二个要学 第三个要守 第三个要守 第四个要行 在前面在重生实践之前 摩西 上帝借着摩西的口 来表达神 对以色列人的几点心思 我们在这个前面的几节经文里面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第一个 就是五王第一节这边讲到的 我们对诫命 律律典章 是一个什么样的合一的态度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有福的态度呢 那神借着摩西的口提醒我们说 听 学 守 行 五章第二节 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和列山与我们立约 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和列山与我们立约 与我们立约 大家知道我们 摩西现在所面对这群人 是谁 是初二代 不是第一代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神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立约 今天又在这里与这些第二代的人说 与我们立约 可见在神的眼中 以色列人是一体的 在圣文集第三章这边说 这约不是与我们列主立的 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 可见我们的神 祂是超越时空的神 祂是超越时间的神 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 我们的神不是死人的神 在马拉福音里面 马拉福音的二十二章三十二节 这边说 祂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是以撒的神 是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 神是乃是活人的神 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 我们的神是今天 我们这一些信靠祂的人 全地的人活人的神 祂是超越时空的 那个时候对于这二代来说 神是与他们立约 那今天神也是在我们当中行走 与我们立约的一位神 是我们这些活人的神 在五章四节和五节 这边说 一华在山上从火中 面对面与你们说话 第四节和第五节 这边我们可以看见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神说 我是面对面与你们说话 神是要面对面和我们说话 可是我们人呢 要不要和神面对面 我们看见这个经文里面 怎么说的呢 这个经文里面说 第五节这边说 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 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 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 这一段故事 等一下在下面的经文当中 还会讲述 这边讲到 神的心意是要与我们面对面 可是呢 我们人呢 却很怕跟神面对面 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是这样 今天我们仍然也是这样 这里说你们 你们怕 你们惧怕那火 没有上山 以色列这些人怕火 那摩西当时为什么不怕火呢 难道说那火只烧 以色列人不烧摩西吗 如果是怕火的话 那摩西也应该怕才对 不是因为怕火 乃是怕见神 一个罪人 在神的面前 是不能够站立的 一个落在罪里光景里面的人 他就会从神的面前隐藏出来 隐藏出去 就像亚当当年犯罪 在伊甸园里面 也是从神的面前 把自己藏起来 所以人在神的面前 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 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 人很怕见到神 但是神的心意 祂是要与我们面对面 那我们的神 仍然是一位极有怜悯的神 神知道我们的光景 所以神就让摩西 站在这些人和神之间 那摩西实际上是一个 人与神之间的 中宝的一个预表 换句话说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 在五章第六节这边说 我是耶稣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 为奴之家领出来 我们知道 从第七节开始 就是重生实戒 我们知道律法 都是冷冰冰的 都是很严厉的 都是无怜悯的审判 但是神在重生实戒之前 竟然说了这样一句话 就是说 我耶稣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 为奴之家领出来 竟然有这样的一句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让我们可以看见 神实在是一位 十分有怜悯的神 我们看到了神的心意 是美善的 神是要重生律法 但是神也要告诉你说 我的心意是美善的 律法是冷冰冰的 但是神的心里是火热的 祂要我们看见 祂的心意是美善的 祂要告诉我们 祂是救你们的神 祂是救我们的神 而且祂也是爱我们的神 所以从五章第六节这边 看见 神是有恩慈的一位神 祂用恩典来代我们 从第七章开始 从第七节开始 就开始重生十戒 第七节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这是第一戒命 只有祂是唯一的一位真神 从第八节到第十节 这边是第二戒命 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不可拜偶像 第二戒命是不可拜偶像 神是祭邪的一位神 在第八节到第十节这边讲到 第九节这边说 神是祭邪的神 什么叫祭邪的神呢 就是妒忌的神 神是一位妒忌的神 常常有许多人跟我说 尤其是这些木道友 他说你们信的这个神 心胸太狭窄了 小肚鸡肠 只能是祂是真的 别的都不是真的 只能拜祂 不能拜别人 太小气了 其实他不明白 我们的神是一位妒忌的神 恰恰说明了 我们跟祂之间那种 不可忌惮 不可模糊 也不可偏离的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 因为只有祂是我们的父 没有别人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从祂所造的 是从祂而出 我们是祂的子 每当遇到这种人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你有孩子吗 他说有 我说你有孩子 你是祂的爸爸对吧 他说是 那你能够允许祂叫别人爸吗 他说不能 那不仅 那我是祂的爸爸 我怎么能让祂叫别人爸爸呢 我说同样 我们是神的孩子 是祂真是 祂从祂所生的孩子 我们的神也绝对不允许 我们称别人为父 我们只有这一位父 在第九章这边还说到 恨我的 我必追讨祂的罪 自父 自父即止 直到三世代 第十节这边说 爱我的 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祂发此爱 直到千代 常常有人说 我们的神很不公平 你看这个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这么多苦难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这么多磨难 为什么我们的人生这么不顺 这个人生之事 不如意之事 十之八九 可是我们看这段经文 我们觉得神公平吗 你恨我的 我追你 他追到你的罪 直到三世代 爱我的 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祂发此爱 什么样 直到千代 我们神公平吗 神公不公平 在诗篇三十节 三十章五节这边说 祂的怒气不过是 怎么样 转眼之间 祂的恩典 却是一生之久 一久 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我们的神 是一位极有怜悯的神 极有慈爱的神 祂看待我们 就像看待我们的孩子一样 我们对我们的孩子 是那么有忍耐 有怜悯 有爱 祂看我们 远远超过 我们看我们的孩子 第十一节 不可忘称耶和华 你神的名 因为凡忘称的 忘称耶和华名的 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这是第三个诫命 不可忘称耶和华的名 什么是名呢 在希伯来书中 在希伯来文当中 名代表一个人的本质 代表一个人的特征和人格 那耶和华的名代表什么 耶和华的名就代表了 神的慈爱 公义 怜悯 圣洁 也代表了神的权柄 丰富 智慧 能力 尊贵 和荣耀 还有宋战 这是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 所以神的名是极其的丰富 他的名 我们不可忘称 不可忘称 在绝末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 他教导我们的第一个祷告就是什么 第一个祷告是什么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这个名是轻慢不得的 这个名是圣的 是不能够轻慢的 所以这前面的三个诫命 实际上是讲到神自己 所以我们人对神 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 我们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这三个诫命里面 神规范我们 神告诉我们 祂应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这个地位是一个圣的地位 是一个不可虚妄的地位 不可妄称的地位 不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替的地位 其他的所有的神全部都是偶像 只有这一位神是唯一值得被真从 值得被纪念 值得被敬拜 除祂以外 不可以有别的神 这是一至三界 第四界是第十二界到第十五界 这都是第四界 第四界是讲到什么呢 第四界是讲到守安息日 这是视为圣日 这一界是说到 神与人之间的一个特别的安排 就是你要来我这里得安息 我们的神是真有怜悯的 不然我们去哪里找安息呢 今天你跟人打招呼 已经不再说吃饭了没 对吧 而且问什么呢 最近忙不忙 忙哦 每一个人都很忙 别说我们大人很忙 小孩子很忙 从一上下学就很忙了 真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 忙是我们的最基本的特征 我们哪里有什么安息 我们找不到安息 可是神说 要守安息日 到我这里来 有安息 六日要劳碌你所 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 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 你和你的儿女奴婢 牛 鱼 驴 牲畜 并在你城里积聚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使你的奴婢 可以和你一样安息 要到他里面来找安息 不管 不仅是你要安息 你的儿女 你的牛羊 你的奴婢 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得安息 这实在是神极大的一个恩典 我们这位神 祂是想尽一切办法 把我们带离这个世界 让我们的眼目 不要仅仅是看到 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如果我们的眼目 只是停留在这个世界上面 的所见之物的话 那我们的生命 生活 只有一个字 忙 忙得不得了 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 也是一样 我们的教会里面 如果我们不专注在 这位神的上面 不专注在祂的身上 如果我们只是看到 许多教会的工作的话 我们也只有一个字 忙 实在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我们今天不能用任何的东西 包括教会的工作 来代替我们这位神 我们要专注在我们的神的身上 我们才能够有安息 在我们的身上 第十五节 这边是讲到安息日的一个依据 什么依据呢 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个奴仆 耶和华你神 用大能的手和身权的绑壁 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因此耶和华你的神 吩咐你守安息日 安息日的依据是什么 安息日的依据是救赎 这边讲到 安息日的依据是救赎 可是在初爱奇记里面 我们看见神吩咐守安息日 那个依据好像跟这个依据不太一样 在初爱奇记第二十章第十一节那边说到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照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 定为圣日 我们看见在初爱奇记里面 神吩咐守安息日的依据是什么 是依据神的创造 那里是讲到创造 这里是讲到救赎 其实不管是创造还是救赎 都是神的目的 神有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就是要安息 神创造是为了安息 他要找一个安息之所 神救赎我们 也是为了安息 使我们得安息 然后他也可以安息在我们的里面 今天神在满世界寻找 要寻找一个安息之所 哪里是他的安息之所呢 今天我们的里面 可以成为神的安息之所吗 今天我们的家 可以成为神的安息之所吗 今天我们这个被称为神的教会的地方 可以成为神的安息之所吗 神要找一个安息之所 但愿我们可以提供给他 一个安息之所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家 都可以成为博大宁的家 可以成为我们主耶稣 常常想念要去那里得安息的地方 不管是创造还是救赎 都是为了安息 这边顺便讲一下安息日的范围 安息日在圣经里面 是特别给犹太人 从来就没有超越犹太人这个范围 所以安息日只给犹太人 新约的圣经从来没有教到我们 要守安息日 我们要守的是主日 不是安息日 如果哪个教会说它是安息日什么什么什么会 我们只能说它是异端 新约的圣经 新约的教导 从来没有提过安息日的教导 要教导我们守的是主日 因为主在这一日复活了 我们的主来了 祂来成就了 祂是安息日的主 祂来成就了一切的律法 而今主日才是我们当纪念的 因为主在这一日复活了 主要我们纪念的是祂的死和祂的复活 主日换句话说 祂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安息日 已经成全了安息日 如果我们看初代的教会 我们看使徒行传 我们看新约圣经的其他的书卷 我们就知道他们从来没有守过安息日 新约的教会 但是他们有守主日 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保罗 在主日里面跟门徒一起搏饼聚会 在启示录里面 我们看见使徒约翰 也在主日里面看见了异象 遇见了那在荣耀里面的救主耶稣基督 所以安息日只有针对犹太人 新约的圣徒 在新约里面的 在恩典之中的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圣徒们 我们是要纪念主的死和主的复活和主的再来 五章的十六节 这边是第五节 当造耶和华 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这被认为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第五节到第十节 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很容易就发现 在这里我们看见 神在十节里面 是先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然后才讲到我们与人的关系 这似乎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不能跟神的关系处理好 如果我们不能跟神和好 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永远和不了好 所以在十节里面 神是先讲到人与神的关系 然后才讲到人与人的关系 十节里面 在十节里面后面这几节 今天大概没有时间 详细的意义的分享 我们就稍微带过一下 我们还有一点发现 就是在十节里面 我们发现竟然有七节 是用不可这样的字 弟兄姐妹 当你看到十节的时候 你读到十节的时候 你心里面会有个什么感觉 你心里面一定会有个感觉 神不可 让我不可做这个 让我不可做那个 神也是非常的无奈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字呢 这恰恰就说明了 我们人犯了罪以后 处在的一个光景里面 什么样的光景里面呢 就是一个堕落的光景 神只能用这样严厉的字言 来给我们规范 来给我们教导 既然有七节 是用不可这样的字 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 在堕落的里面 所以神才这样子对我们说话 那在新约的里面 主耶稣把这个十节 归纳成两点 哪两点呢 第一点就是爱神 第二点就是爱人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 主耶稣是讲到 马太福音22章 这边就记载 有一个律法师 来要试探耶稣 就问他说 夫子啊 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就在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义 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 是律法和 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这不管是摩西的十节 还是主耶稣的 这个归纳成两个 最重要的诫命 爱神和爱人如己 让我们都看见 这个关系的一个核心 不管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还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的一个核心是什么 核心是什么 爱 这关系的核心是爱 这个关系的核心不是利益 我们今天人已经多了 社会已经多了一个程度 没有利益就没有爱 没有利益就没有关系 我前天还在跟我儿子讲到 因为我儿子最近觉得 他大学四年快要结束了 然后发现没有太多的朋友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儿子你知道 爸爸的这个手机里面 这个地址部有多少人吗 我说爸爸的地址部 有一千多人 我说你知道爸爸 自从回美国来学习服侍神以后 大陆的这些朋友 还有多少跟我联系的吗 除了主内的朋友 其他的一个都没跟我联系 我说儿子你说你没有朋友 我说你关键的什么地方 你要多在神的里面 多花点时间 在弟兄姐妹当中 多花点时间 这个关系是可以存到永远的 这个关系是建立在 爱的基础上面的 这个关系是可以存到天上的 你当你在神的里面 多花时间的时候 跟弟兄姐妹建立的关系 你就有关系了 其他的关系都是 都是被污秽了 都是被偏离了 没有爱做基础的关系 都是虚妄的关系 今天多多的人 在利益里面寻求关系 我们的关系 只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面 就是爱 我们与神的关系 的核心也是爱 是爱 不是恩典 这话好像 我们不要简单地去 去看到这个事情 我讲关系的核心是爱 我们的神是给我们 极大的恩典 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个 爱的关系 我们绝不能赢着恩典 而忘记了 施恩的神 我们与人的关系 的核心关系 也是爱 不是利益 不是利益 所以从整个的世界 我们可以学习很多 但是今天我们没有机会 强细地 强细地 强细地解析 实践 重生了之后 摩西 还有一些话 要对以色列人说 五章的 二十二节 五章的二十二节 说 这些话是 耶和华在山上 从火中 云中 幽暗中 大声 小欲 你们全会 中的 此外 并没有 添别的话 他就把这话 写在两块石板上 交给我了 这边说到 这些话 是一些话在山上 从火中 从云中 从云暗中 大声的小欲 请你们全会中 我们再次看见 神对待以色列民 是把他们看成是一体的 这些当前 听到这些话的人 并没有听到 西南山的时候 那个神对他们说话 但是神说 大声小欲 你们全会中 这边又说到 没有 此外 并没有天别的话 这是说到 实际 是神的 圣约中的 最基本的纲要 其他的 别的 都是这个纲要的解析 解释 和实行的原则 所以 在这边 神介绍摩西的口 说得非常的清楚 此外 并没有天别的话 所以整个旧约 就是讲什么 旧约 就是讲 西乃之约 旧约 就是讲实践 其他的 利率 典章 都是跟着这个旧约 而出来的 具体的实行 具体在生活中的实行 在敬拜中的实行 五章 五章 十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 这边是神 再一次的讲到 当时在西乃山旁边的时候 神是怎么样把这些话交托 交托给以色列人的 当时 现在他们说 他们说 现在这大火 五章二十五节这边说 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 我们何必冒死呢 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声音 就必死亡了 二十六节这边说 凡属血气的 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 像我们听见还能够存活吗 心里面极其恐惧 因为神要面对面给他们说话 心里面极其恐惧 所以五章二十七节这边说 求你进前去 跟摩西说 求你进前去 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 我们不要直接听 我们不要跟他面对面 你去听 你去听 然后将他对你所说的话 都传给我们 都传给我们 我们就听从遵行 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 它基本上是从 就更加详细地陈述了 具体地陈述了 前面五章的四节到五节 所提过的那个事情 这件事的核心 我们刚才也讲到 是人不敢来到神的面前 与神面对面 这里 这一段经文再一次地把这个事情提起来述说 这里是再一次强调 是说明神心中的那个心意 是何等的强烈 什么样的心意呢 就是神 祂的心意 就是要与我们面对面 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主 今天的我们 比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 可是有福多了 今天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主啊 因着你把一切的罪嫁付上了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 来到世人的宝座前 来到这位永生的主的面前 坦然无惧地站立 向你求恩典 求怜悯 求恩惠 今天这一切的成就 都是因为主耶稣 他流血牺牲的结果 所以我们今天不必怕 我们今天不像 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 我们不必怕 今天 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 他们只能求摩西去 摩西 尽管在神的家里 神的家里尽忠 但他毕竟是人 只是神的一个先知 而我们这位主耶稣来 他就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他来做我们的宗保 他来做我们的大祭司 就把一切的罪嫁全部付上 用他自己的生命 献上赎罪集 那是好的无比 他是身上高天的大祭司 二十七节这边说 你们进前去 然后传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听从遵行 弟兄姐妹 你觉得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真的能够听从遵行吗 能不能够 后面的历史说明了什么问题 他们根本就不能够听从遵行 可见这些人在这里说大话了 对不对 他们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光景是如何 他们根本不知道 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 去听从遵行 弟兄姐妹 实际上 这里面让我们看见 一个很重要的亮光 就是我们如果自己不知觉的 跟神发生关系的话 我们绝对不能得着新生命 我们如果自己不能跟神面对面 神的生命绝对让我们不能够得着 我们也不能够活出神所要我们要的一个样式来 以色列人这边说 摩西你告诉我们就行了 我们就可以听从遵行 这是不知道自己的光景 不知道自己的软弱 只有一条路 就是我们要与神面对面 我们要通过神的儿子与神面对面 这才是唯一的道路 28节到30节 28节到32节 这边是神再次重生 在神的面前的 神再次重生 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态度 这边好像神也很怜悯 神说你们对我所说的话 一会儿都听见了 28节那边说 一会儿对我说 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 他们所说的都是 其实神所说的 不是说他所说的都是 从29节那边看起来 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 你看 神这个话的用词 唯愿他们会这样 唯愿他们可以谨守真心 但是实际上神知不知道 他们做不到 神心里很清楚 他们根本就做不到 所以你们要 所以你们 所以你们 要去行 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 并使你们的日子在地上 所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 所以你们 面对着旷野的二代 出二代 神的言辞 仍然像对第一代一样的 是那么 恳切 是那么 期望 是那么殷切 期望 这是第五章 重生实戒 在重生实戒之前 有神的心意的发表 重生实戒之后 有神的一些特别的话 要交代给以色列人 第六章 到了第六章 我们就可以开始看见 神在祂的心意里面 对以色列人所怀的意念 真的是一点点的显明出来 如果第六章一个题目的话 可以说 以色列亚 你要爱主 你的神 神对我们的期望 就是要我们爱祂 对我们 神给我们的关系 希望我们跟祂建立一个关系 这是建立一个爱的关系 第六章的一节到三节 这是敦促 敦促我们 谨守遵行神的 诫命 律律 典章 第一节说 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 吩咐教训你们的 诫命律律典章 使你们在要 在所要过去 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诫命 就是讲神的实戒 律律 就是讲献祭 和节期的一些 一些安排 一些规范 典章 就是讲各样的社会生活的规范 从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看见 神 是这样的 殷切的期望 这些以色列民 可以谨守遵行 神的话 这三节圣经 都提到谨守这个字 我们再次看见 神的那个心情是何等的迫切 以色列人马上就要进迦南地了 他们到那里以后 神的心 面对以色列人马上要进迦南地的时候 神的心里面实际是充满了担忧的 所以他一而再 再而三的 耳提灭命 苦口婆心的 告诉 提醒以色列人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 利率和典章 把这些东西一定要牢记在心 从第四节到第九节 这段经文是点出了 神的诫命利率典章的十字 是什么呢 就是爱神 过一个爱神的生活 这个利率典章的十字 就是认识神 就是跟神建立那个爱的关系 利率 诫命和典章的重点 并不是规范我们的行为 而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 通过这些利率 诫命和典章 认识我们这位神 认识祂的性情 认识祂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认识祂自己 从而我们可以跟祂建立一个 爱的关系 在加拿大一书 三章二十四节这边说 律法是我们训盟的师父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性成义 所以我们看见 神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也是一样的 可以看见这一点 重点不是这些律力典章和诫命 重点是要爱我 是要爱这位神 而且要过一个爱神的生活 四节到五节 实际上是主耶稣引用过的 就是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读过的 在马可福音里面有类似的记载 那六节到九节 就是讲一个爱神的生活 一个爱神的生活 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 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心要如何 我们的心要牢牢地记住这些东西 记住这些神的诫命 利率和典章 第二个 这些利率典章要教导我们的儿女 要教导我们的儿女 而且要实时地谈论 实时地谈论 不但如此 我们的身上 我们的额头上 我们的手上 都带着这些 诫命和利率典章 就是我们的身上 要有一些印记 身上要有一些神的记号 要让人看出来 我们确确实实是 把这些利率 诫命和典章 活出来的 不仅如此 在我们的财产上面 也应该有一些印记 不管是我们的 私人的房屋上面 还是我们的城门口 都要把这些东西 把这些神的利率 诫命典章 放在这些地方 实时提醒我们 让我们的出和入 都知道 按照神的心意而行 这就是一个爱神的生活 前两天 我有次跟弟兄 一起交通道 当我们有一点 闲鱼的时间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到是干嘛 你第一个想到是 我们去娱乐娱乐 还是说 当我们有点闲鱼的时间的时候 我们就来亲近一下 亲近神 我们读读圣经 我们来跟弟兄交通 这是一个标志 我们是不是 时时在谈论它 我们是不是 时时在思想它 它真的 是不是我们 生活的中心 这个 就是一个爱神的生活 和一个不爱的生活的关键 第十节到十二节 第十节到十二节 这是神在提醒以色列人 他们马上会面临的一个光景 什么光景呢 他们进入到迦南地 他们进入去了 这个得为业的地 神的应许成全了 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 而且饱足了 然后之后呢 他们面临一个危险 他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危险 十二节这边讲到 怎么说呢 十二节说 那时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忘记 将你从埃及地 围奴之家 领出来的耶和华 神的心 非常的缜密 他知道我们的罪性 我们的罪性 就是得恩忘胜 一旦我们得饱足了 一旦我们得了 那个应许之地以后 我们得了这些丰盛的恩典 我们吃饱了 饱足了 我们就忘记这位 诗人的神 就是我们本性 所以神的这边 要特别齐醒 以色列人 在你得着 为业之地以后 你们要警醒 要谨慎 免得你忘记我 十三节到十九节 是在这里 告诉以色列人 你们该如何纪念 领我们出埃及的神 十三节这边说到 你要敬畏耶和华 你的神 侍奉祂 指着祂的名启示 所以第一个 就是我们 怎么要敬畏 那领我们出埃及的神呢 第一个要敬畏祂 第十四节这边讲到 不可随从别的神 第十五节这边讲到 唯恐 你要知道 耶和华是祭邪的神 唯恐耶和华 你的神的怒气 向你罚作 第十六节这边讲到 你不可试探 耶和华 你的神 第十七节这边讲到 要留意遵守 耶和华 你们神所吩咐的 诫命 律律和典章 十八节和十九 这边讲到说 这样 你就可以 可以 你就使你可以 享福 并可以进去 得耶和华 向你列祖 启示 应许的那美地 而且照着 耶和华所说的 在你面前 撵出你的 一切仇敌 这就是二十节 这就是这个 十三节到十九节 神要告诉我们 如何来纪念他 二十节到二十五节 这是第六章 后面一段 非常动情的话 各位姐妹 什么话跟你说的时候 让你很动情呢 当你说到你的孩子的时候 我相信你是很动情的 对吧 尤其是当你说到 怎么样让这个孩子 可以今生得福 怎么样让这个孩子 可以永永远远跟随 这位赐恩的神的时候 这就是很动情的话 在第六章的最后一段 二十节到二十五节 就是摩西 借着摩西的口 讲了一段很动情的话 我们只可以看见 这位神 是有情有义 他跟我们说话 真是推心之腹 二十节说 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 耶和华我们的神 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 利率典章是什么意思呢 日后的时候 你的孩子会问你 然后你怎么回答他呢 那神就教导 我们怎么回答他 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 我们当年在埃及地如何如何 神后来用大人的手 怎么样怎么样 把我们从埃及地里出来 然后施行多少神迹可怕的事情 在埃及地和法老的身上 和他的全家 然后是怎么样 让我们过红海 然后把我们带到应许之地 怎么样又吩咐我们 要吩咐我们真行 一切的利率典章 等等等等 我们如果仔细去读这些话的时候 你会看见 神教导我们 回答我们的孩子的时候 回答我们的儿子的时候 是把我们 是让我们 把他们带回到 那个施恩的起点 带回去 带回到起点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 我们这个软弱的人 就是这样 我们的忘性很大 我们一会就忘记了 我们如果不常常地回到起点 如果不常常地数算 神给我们的恩典的记号 我们就忘记了 我们这位施恩的神 我们就忘记了 祂的恩典有多大 我们忘记了 祂有多么的奇妙 我们就忘记了 祂是一位多么有大能的神 我们也就忘记了 祂是多么 是多么爱我们的那一位神 各位姐妹 我们常常要回到这个起头 以色列人是这样 我们也要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 岁所年中的时候 常常要有一些感恩的聚会 就是这样 让我们回到那个起头 常常思想 神在我们身上的座位 祂真是一位 以恩典为我们 年岁的冠冕的一位神 二十五节 最后一节 我们若照耶和华 我们的神 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谨守遵行 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这是第六章最后一节 弟兄姐妹 从这一节看见 神到底向我们要什么 神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期待 神就是要我们 成为一个义员 要让我们可以得称为义 以色亚书六十四章六节这边说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 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 我们有义吗 我们没有义 在律法的面前 只能显出我们是一个罪人 而今因着主耶稣 祂在十字架上面流血舍命 因着我们的信 也是因着祂的恩典 我们可以得称为义 神就在我们身上 把祂的义做成 这就是神的心意 以色列人 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道路 但是他们行不出来 今天因着我们 因着信 因着祂的儿子的恩 我们就得称为义了 我们就成为神心中的心上人 真的是要把一切的送赞荣耀 都归过我们的主 愿神借着这两章圣经的经文 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谢谢祢 都是祢成就的 一切都是出于祢 依靠祢 也要归到祢的里面 主耶稣 我们今天是何等一群 多么有福的人 我们今天 没有义 但是我们靠着祢 我们得称为义 我们看见神 借着旧约 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慈爱 向他们显明的 诫命 律律 典章 乃都是要把他们 带到祢的面前 给祢建立那个爱的关系 主耶稣 今天因着祢的流血牺牲 这个爱的关系 就活活地显明在我们的里面 主我们谢谢祢 祢的名 当得一切的颂赞 荣耀和赞美 求祢听我们的祷告 奉着耶稣基督 保护的美 Amen